这个男人叫老白 没事就喜欢拿个望远镜到处看 今天他看到了一些刺激的 这时他老婆走了过来 问你搁那儿瞅啥呢 老白心虚 看看风景呢 接着掏出车钥匙 让老婆赶紧下山买菜 说他想一个人进井 进啥呀井 心里小火苗都能燃烧整片树林了吧 不信你看 老白听到老婆一走 赶紧又端起望远镜 诶 这才一会儿的功夫 姑娘怎么就没影了呢 瞧把老白给急的 这不耽误事吗 你说这大白天的 在小树林里这样是要干啥呀 不行不行 得过去看看 老白来到树林深处 紧张又兴奋 而眼前的一幕也没让他失望 美女非常凉快地躺在岩石边 看样子很虚弱 老白担心美女着凉 于是快步走上前去 他现在有很多想法 但 老白遭人背后偷袭 吓得赶紧逃跑 这是中了美人计呀 他躲到一棵树后面 拿起望远镜 看看到底是个啥情况 直接凶手拿着一把剪刀 头上还缠满了绷带 老白吓得魂都飞了 扭头接着跑 跑着跑着迷路了 他翻过铁丝网 来到一栋房子跟前 喊了几声也没人答应 然后就直接用石头砸碎玻璃 保命要紧 他找到医药箱 拿出绷带处理好伤口 这时候他才注意到 这个房间里摆满了各种科学仪器 桌上还有一台对讲机 于是老白拿起对讲机求救 对面直接问 你谁呀 咋还私闯民宅呢 老白连忙解释说 我被人追杀了 得赶紧报警啊 男人一听也慌了 问他是不是一个满头绷带的怪人 老白说是啊 男人说 那你得赶紧跑啊 我在监控里看见那个绷带怪人了 他正往你这来呢 我在山顶的实验室 你快来我这吧 老白开始夺命狂奔 不一会儿 终于是来到了实验室 他躲进去 见到了对讲机里的男人 男人说自己是科学家 正在这做实验呢 你看面前这大水池子 咱俩一会儿就躲里面 绷带怪人绝对想不到咱俩在里面 老白看着发光的大水池 心里有点没底 但绷带怪人已经到了门口 没时间犹豫了 老白跳进水池 让科学家也进来 可对方好像装作没听到 什么情况啊 年轻人不讲神性啊 一阵强光闪过 老白被放出来了 进去的时候还是晚上 一晃就已经大白天了 面前的科学家好像也失忆了 他又问老白 你谁啊 怎么会在我的实验仪器里 老白气不打一处来 你还好意思问我是谁 刚刚谁说一块进来的 现在跟我在这玩失忆 老白不再搭理他 拿起望远镜 想看看绷带怪人的动向 顺势看向了自己家 老婆还在 诶 等等 家里怎么还藏了个男人 再定睛一看 卧槽 这不我自己吗 老白贵了 如果他是老白的话 那我又是谁啊 科学家也跟着贵了 实验终于成功了 他告诉老白 大水池其实是个时间机器 能把人复制并传送到几个小时前 现在你是老白二号 家里那个是老白一号 老白一听急了 你得给我变回去啊 不然我这咋办 科学家说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要把老白一号 骗进时光机 就能让它消失 这样世界上就只剩你一个老白了 事不宜迟 老白二号开着车就往家跑 路上看到一骑车的美女 诶 这不就是在树林里的那个吗 等一下 要是美女走了 谁来勾引老白一号进小树林呢 他还没缓过神来 一辆红色货车就把他撞下山坡 脑袋被撞了个大口子 于是老白取下胳膊上的绷带 缠在脑袋上 我去 这下就形成闭环了啊 原来那个绷带怪人 就是他自己 这时美女过来询问情况 老白二号心想 真是天助我也 摸出一把剪刀 多美女来到小树林 男人胁迫小美拉起上衣 果然老白一号上钩了 绑着绷带的老白 让小美把裤子也脱掉 小美问底裤脱不脱呢 老白说不用 小美一听不高兴了 你几个意思 是觉得老娘没有魅力吗 老白不得已将小美弄晕 抱到岩石边 还原之前看到的场景 然后躲在一旁静静等待 不一会儿 老白一号来了 他看着小美发呆 然后 一切都按预定的轨迹发展 老白一号被鬼脸吓到 一路逃跑 躲进了实验室 可突然 身后传来小美的尖叫 老白心想 坏了 他得跟小美解释 自己不是坏人 千万别去报警 警察来了 那就麻烦了呀 老白追着小美 一路追到自家屋顶 发现小美正准备逃跑 老白想拦住他 没想到用力过猛 老白伸头往下搂了一眼 玩犊子了 短发 红外套 他不小心杀死的 居然是自己的老婆 虽然他贪财好色 但对老婆还是真爱呀 老白决定救回老婆 他强迫科学家 把老白一号骗进实验室 然后开车来到山顶 趴在窗口 把另一个自己 下进了时光机 老白成功了 一切回到正轨 但事情还没完 老白告诉科学家 自己还得再穿越一次 因为他要把老婆救回来 但科学家坚决不同意 老白拿起一把铁棍 现在你说了不算 他要把其他老白都干掉 保证万无一失 科学家说 你可拉倒吧 你以为这个时空里 只有你们两个老白吗 其实就在你出来之前 老白三号早躲在后面了 之前还用对讲机告诉我 他救老婆的行动失败了 所以无论如何 科学家也要阻止老白 再次进入时光机 可老白还是不听劝 为了证明历史可以改变 他直接扔掉手上的对讲机 切断三号老白和科学家的联系 这时候天降大雨 远处响起了警笛声 老白赶在警察来之前 再次进入了时光机回到过去 看到这相信很多人都有点懵逼 让贤哥来给大家捋一下 这个烧脑的剧情 现在爬出来的是 二次穿越后的老白三号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 先找机会干掉老白二号 阻止老婆的死亡 那老白二号呢 这时还没有成为绷带怪人 正想着怎么诱惑老白一号 把他骗进时光机 最后是老白一号 他现在正蒙在鼓里 偷窥着小美 完全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好 现在套娃开始 老白三号藏到一边 等老白二号从时光机出去后 他开上实验室的红色货车 向老白二号追去 并在对方停车时 直接把他撞下了山坡 但没想到 这一撞没把老白二号撞死 自己还因此出了事故 等他好不容易从车里爬出来 发现他自己穿越前扔掉的对讲机 正好就落在了旁边 老白绝望了 真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啊 原来一切真的是命中注定 他掏出对讲机 联系科学家 说 我累了 都毁灭吧 赶紧的 老白三号突然看到小美 心想你这穿上衣服 我差点没认出来啊 他问小美是不是在躲一个绷带怪人 小美说 对啊对啊 老白接着说 你别急 我也在躲他呢 来坐我旁边 先歇一会儿再说 然后他一歪头就睡着了 等老白再醒来 天已经半黑 小美扶着他来到老白家里 说自己出去看看情况 可刚一走 老白老婆就出现了 老婆很害怕 说在外面看见了一个绷带怪人 房子里也听见有外人的声音 他赶紧抱了紧 躲了起来 而老白看到老婆穿的衣服 他瞬间明白了 原来从楼上摔死的 根本不是他老婆 但为了骗过老白二号 必须有一个人替他老婆去死 而眼前只有一个人选 老白先把老婆悄悄带到楼下 藏进了杂物间 接着再爬上二楼 找到小美 告诉他外面那个绷带怪人 是个疯子 要逃过他的追杀 必须改头换面 他把老婆的红色外套穿在小美身上 再剪出老婆的发型 最后他淡定地回到楼下 把老婆带出来 一起平静地躺在院子里 因为他知道 过一会儿他就是这个时空里 唯一的老白了 而一号和二号会穿越去别的时空 继续下一个轮回 对老白三号来说 他的循环已经结束了 雷声响起 老白扔掉了口袋里的剪刀 警察还有一会儿就到 但大雨会冲刷所有罪恶的痕迹 电影到这里结束 这部出自2007年的 西班牙时空轮回惊悚片 比同题材的恐怖游轮还要早两年 甚至有人说恐怖游轮都是抄他的 而贤哥个人觉得 尽管他的成本比较低 但他在逻辑的严谨度上 甚至比恐怖游轮还更胜一筹 这个故事并没有引用平行宇宙的概念 用一个时空就把整个故事讲得清晰透彻 各种细节的铺垫也很巧妙 举个例子 比如老白二号威胁小美的时候 导演特意给了一个脱鞋子的特写 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双鞋子和他之后杀死的女人的鞋子 是同一双 所以死去的人一直都不是老婆 但昏暗的光线加上内心的惊恐 老白一开始并没有发现 然后就直接导致了第二次穿越的发生 这么看下来 有了那么点宿命论的味道 这部电影比较烧脑 可能一下子看不懂 但只要配合贤哥的解说 再把原片看一遍 就能完全感受到这类时空惊悚片 最吸引人的地方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